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关系 小学堂快要轮到他了 这一集上的时候 小学堂还在行为主义 所以应该是这一本书介绍是等于帮你们做暖身 先做导读这样子 但是你也得先让他有行为主义的概念 才会更懂理情行为治疗这样子 好 那凯宇 为什么你特别喜欢 或者是今天想来跟我们介绍一下Alice的这个概念 哇 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 因为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喜欢 而且理情行为治疗其实 我那时候在念社会心理和人格心理的时候 也有读到这些大师的一些想法 尤其我们念社会心理 很强调人跟这个社会的融入 所以理情行为治疗它某种程度上是一个 蛮回归于真实生活的一个助人取向 但是你刚刚问我的时候我才想 对 我只是好像很直觉的就觉得很喜欢 但我为什么要介绍这本书 我现在才突然有一种感觉是 因为这本书其实它 好吧 大家听到这一段内容再过个 如果估计快的话大概过个一个多月 慢的话大概还要两个多月 你们就会听到或看到我最新的线上课程 那课名还没有定 但基本上就是谈人的信念 我们今天人之所以遭遇这么多事情 而同样的遭遇会造就各种不同的人 比如说有些人都遇到创伤遇到悲剧 但是有一些人的创伤跟悲剧 成为他生命的养分 但有一些人的创伤跟悲剧 就把它完全击垮 一蹶不振 其中关键到底在哪里 当然有很多说法 先天的后天的等等 但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部分 就像我们常说的 关键不在于你遇到什么事 而是在于你如何理解那件事 怎么诠释它 那个理解其实就是信念 所以我等于有一点是顺藤摸瓜 想要好好的谈信念这个主题 信念自于一个人的影响 于是我又重回了学生时代 去study一大堆东西 然后绕了一堆路 然后最后才做了很多工作才想到 一直谈信念 那在我们的领域里 谁谈信念最多呢 其实就 其实多数都有谈 但是其实理情行为治疗 Alice她最强调的就是 我们要挑战 我们要驳斥 我们要觉察我们的非理性信念 是 所以就爬到这里了 对对对 想到信念不可能不讲到Alice 她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那开录之前我们也有说 其实我们对Alice也有蛮多 先前的印象跟理解是不完全的 你自己说你在读完她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她自己写的 她算是多产的作者 对 而且她不仅写书 她出了很多录音带啊 然后后来是CD啊 然后后来视频技术比较好 就影片技术比较好 像VCD啊DVD啊 她其实是1913年出生 然后在2007年 去当小天使 所以在她的时代 95岁耶 对 在她的时代做这些事情 其实很先进耶 嘿呀 自助学习啊 那个时候还没有网路 她其实就已经在做 像我们现在的一样的线上学习 对她就是邮够这样子 对超强超强 所以其实她也蛮有经商的脑袋的 我不知道她 因为我没有爬那一块了 我不知道她自己 但我知道她有成立自己的机构 应该也有吧 很有系统的在推广这一个理论 好 那就先来谈谈 我们到底误会她什么 对 其实很多人一听到 理情行为治疗 如果你本身有读 我们相关领域 助人工作 可能对蛮多人 尤其我们受东方教育成长的人 都会有一种 她好像就是那种 很皎洁 就那种 很犀利 很锐利 就是不给人面子 这样子 然后会觉得她的理论就 对啦 用在短期治疗啊 用在焦点解决啊 很好 可是好像就缺了像Rogers那种 对人的陪伴啊 温暖啊 或者少了像精神分析那种 哇好细致 好深的一个理解 嗯 其实这都是误会 你知道吗 我个人觉得 大家都误会了Alice 当然有很多原因 但我今天看看能不能 陪着大家 看看能不能稍微解开一点 这个误会 帮她平反一下 我想其实理情行为治疗 让人最容易误会 尤其在我们的文化底蕴里面 其实是一个 她强调的叫做 ABCDE法则 嗯 其中的 好我先讲什么是ABCDE法则 理情行为 理情行为治疗叫做 Rational Emotive Behavior Therapy 她过去其实只有理情治疗 也就是说 我们要动用我们的理性 然后透过情感的触发 去检查 为什么 就像我们常问的 你对一件事情好开心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开心 你到底在开心什么 嗯 这种问句 其实就是理情治疗的问句 是 像有 发展到现在比较是认知治疗 是 有没有 或者你现在好 好难过 好悲伤 你到底在悲伤什么 嗯 我们通常只知道 我不爽 但我到底在不爽哪一点 是 我们很快的会说 是她让我不爽 那其实并没有真的了解到 你不爽什么 可能是她的行为 触发了你不爽 但是她的行为 触发其实是你内在的某个相信 嗯 我必须是好的 我必须是优秀的 但你怎么可以不认同我 是 所以其实不是她让你不爽 是她触发了你内心的 某个想法 而让你不爽 所以ABCDE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A叫做触发事件 可能是一个 英文叫做 Activating Event Or 或者是 Adiversity Adiversity 就是一个逆境 这叫触发 我们生活是无数这个触发 比如说我今天讲一句话 结果你没接到 我讲一个笑话 你没接我的梗 就是触发嘛 然后呢 B呢 是信念 信念叫beliefs 就是 我到底要不爽什么 或者是 我到底在在乎什么 或者是我到底相信了什么 没错 然后C呢 叫consequence 就是一个结果 我们通常都是直接A 从A到C 嗯 你 我说笑话 你没有笑 所以你不喜欢我 嗯 我们直接就会从 刺激到 结果 嗯 那你就会发现 人为什么很无奈跟无助 就是你理性上都知道 你不应该对父母亲发脾气 但每次电话来 你就先发脾气 嗯 就从A到C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问自己 我到底在气什么 嗯 是因为他们打电话来 都让我觉得 他们没有信任我 还是他们打电话来 都趁我在工作的时候 打断我 嗯 那是完全不同的 嗯 如果你感觉是父母亲 每次打电话来 都有一份 你直觉认为他的不信任 那你要问自己的是 那这个不信任哪里来的 或我如何去避免掉这件事 而不是 而不是只要他们电话来 你就发脾气 嗯 那我说实在一点 他搞不好电话来 他真的没有要打扰你 他真的已经相信你了 你是不是很难发脾气在前面 嗯 嗯 好 所以你看 这就是也就是自动化反应 没错 所以 ABCDE法则就是说 我们要觉察那个每一次都从A直接到C 尤其那个让你不舒服的状况 中间的B到底是什么 而当你发现 因为你几乎是不理性的 只要认为父母亲打电话给你 就是打扰你 就是不信任你 这其实是不理性的 嗯 因为你等于 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打嘛 嗯 他前面就算有100次真的都打扰你 不等于101次就是打扰你啊 嗯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呢 事实上 ABCDE他讲到 当你觉察这个ABC怎么运作的时候 你就要进入下一个步骤叫做D 嗯 D是什么呢 叫disputing 就是驳斥 好 大家会误会Alice跟李勤行为治疗的 我真心觉得就是驳斥两个字 这个翻译问题是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翻译问题 因为我也想不出 他有什么更好的翻译 我们先撇开 就变成检查会不会好一点 我们先撇开这些 来 你对文字超敏感的 对 你对词汇超敏感 对不对 对 我们的文化底蕴底下 一想到驳斥 通常会连结到什么 驳跟刺嘛 对不对 驳就是要把你翻倒啊 所以就是阿祝伯要赢啊 嗯 刺就是刺责嘛 嗯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就是一个 很大声的跟你说话 讲一些你不开心的事 嗯 或者是比如说就好像意味着冲突 嗯 断裂 然后切八段 嗯 有没有 就是一个不愉快的状态 对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受到我们文化影响 我们每次读很多人读理情 不要说我们我啦 至少我啦 我当年我的很多同侪 他们都知道 哦 理情行为治疗很好啊 面对有些东西很好啊 可是他们打字内心没有很喜欢 嗯 我觉得是驳斥两个字 还有在那个时候觉得认知治疗 因为理情行为跟贝克的就是 反正他们都叫认知治疗 嗯 那在那个年代 我们自己读心理 助人的工作的时候 都会比较喜欢 要对人有爱啊 个人忠心啊 对 然后 再不然就是比较深度的精神分析啊 或者后现代的叙事啊 没错 焦点就是一种陪伴感 没错 没错 接纳感 没错 这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 所以认知治疗进来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 嗯 而且实际上在我们真的在做治疗的时候 它常常用到 可是会有一种在生成价值观上面 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冷漠 身为一个突然者 好像标签上面就是你应该有一道光 然后给人一种问 就会觉得自己必须是圣母或耶稣什么之类的 不要这样说 就算我自己不这样 有的时候我在节目上我比较认真 没有那么温暖的说话 就会有人觉得我凶啊 对 对 但但其实事实上来说 我觉得这真的是个天大的误会 嗯 在我看来就是说 就像你说的 如果不用驳斥这个词 其实我觉得我蛮喜欢用一个叫觉察 嗯 就你有没有发现你到底怎么想这件事 那就不能用D了 哈哈哈 要不要用A是不是 那A又跟前面的aware嘛 对不对 我觉得对 但其实觉察是为了什么 觉察并不是知道了而已 你如果生命要继续前进的话 你也发现 你也觉察 那个想法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你是不是要衍生出新的想法 嗯 或者衍生出更有适应性的想法 嗯 那既然 Alice她创了理性行为治疗 ABCDE理论 嗯 她是不是要做很多关于 驳斥不理性信念的示范 是 比如说有一些孩子觉得 我这次考不好 我人生就Q感了 嗯 她是不是就要示范 那有什么证据是 你一次考不好就Q感 对 那反过来说 有很多人在求学时代也考不好 但现在很成功啊 你怎么说 嗯 那你以为我发现像这样的对话 它其实本身就具有挑战性 可是这个挑战的目的 并不是要证明 它是对的 你是错的 它只是带着你去看 其他的可能 对 它只是带着你去看 我们有多么的 嗯 多么的 受到我们信念的控制 对 当我们相信了 它就变成我的真实 我刚好想标出不理性 但很多人一听到这个 我们有多么不行 又觉得被骂了 被骂到了 对 可是她 Alice其实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你真的读她的东西 她只是不断不断的为你示范 嗯 我们在很多信念上 其实有好多可能性 嗯 但是我们只执着在某个 甚至于 你说刚刚讲的都是负面 对不对 嗯 你只执着在 我必须带人和善 这也是不理性信念 对对对 你真的遇到有人就是 就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的时候 你继续和善 你真心 你真心相信 另外一边的脸给他打 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嗯 不是这样的嘛 而且 比如说你今天带孩子出去 你的孩子就 遭遇了肉眼可见的伤害 这时候 讲道理已经没有用了 你必须要轮起拳头 你就要轮起拳头啊 嗯 对不对 有野狗在攻击你的孩子 你要拿起棍子 就要拿起棍子啊 嗯 这时候 你不能 不能用爱的那一套 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 理情行为治疗 ABCDE 它其实是要告诉 它其实是要让我们真的 活成一个 真实又优雅的人 是 我觉得这本书 读很有趣 大家都把重点 划在那些 让你不舒服 被骂的部分 但事实上 Alice讲更多 优雅 嗯 我觉得它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你可以活得很优雅 所以你看哦 当你去 驳斥也好 觉察也好 翻转你的 信念也好 这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个 一 一就是 有效的新哲学观 effective 就是你看哦 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常说 经历了千三万岁 你对人有 有 有更深的理解 就像你看哦 我们认识理情行为治疗 也是ABCDE的过程啊 嗯 刚开始 触发 哦 驳斥 嗯 凭什么驳斥 就很多 唧唧唧歪歪的 对不对 然后这时候结果就是 怎么样 就是 那个很好 但跟我无关 但是 当我有机会 重新检查这个信念 不是这样 因为我要做 很多信念的功课 我真的细读 我发现不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产生一个 新的哲学观 其实 理情行为治疗 它要我们驳斥的是 驳斥那些 自我挫败 或 非理性信念 嗯 那这里面是什么呢 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嗯 就是其实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你心中 会不会有 这三种必需 呃 我翻译一下 所谓的 非理性信念就是 可能那些东西 是会妨碍你的想法 但 你在没有认出来之前 你就是运作着它 那等到 运作 我们认出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 诶 这其实蛮不理性的 对 所以我们叫它非理性 对 比如说像 像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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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呃 有些 当爸妈的 遇到空潮期 就会 有极大的适应问题 嗯 这其实心中就有一个 非理性信念 就是 就它没办法 接受孩子会长大这个事实 嗯 但是它 没办法接 这个已经讲到很后面了 但是它其实原初是 我这么爱我的孩子 我要保护它 嗯 我一定要保护它 这里面就有一个相对问题了 那孩子需要被你保护吗 哦 对不对 嗯 可是这种东西 在我们治疗实物上 就是在助人工作 治疗实物 你不能马上摊这个牌 没有人受得了 嗯 你就要慢慢的 其实Edith强调也是 你要慢慢的带着 你的个案 嗯 去看见 他的想法 那个最深的 那个 他一直强调 凡事是相对的 没有什么一定 当你认为 就像 甚至于他也讲到信仰 你认为 你那个信仰让你认为 认为很多事情 只有单一价值观 那这就是问题了 嗯 嗯 这就是问题了 他很强调 其实会让你 生命困住的 没办法活得优雅 就是两个字 必须 必须跟应该 必须应该 一定绝对 必须就是 不管那个后面接的是 任何你认为 在对的东西 他都是困住你的原因 嗯 所以 有三个主要会困住我们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哦 他说 自我的必须 关系的必须 跟环境的必须 白话文 来 自我的必须是什么 我们常常会不会有一种 想法是 我必须是好的 我必须受肯定 我必须受喜欢 嗯 就像刚开始 录节目的时候 是不是很在意 有人留言流干吗 我现在没有 没有感觉 那是你现在已经 超越了这个 不理性信念 嗯 我们是常常会有 评价 比如说像 小时候 比如说像有些人 很害怕公众演讲 嗯 因为他觉得 他必须是好的 而任何会 威胁到 他认为自己是好的 那些场景 嗯 他要嘛就是用一种 很显性的攻击 说 呃 我才不稀罕 嗯 再不然就是那种 用一种 另外一种层面 叫逃避 嗯 就都不 不去做这件事 我觉得 呃 演讲 或是公众演讲 我的可能的 非理性信念 早年 有一个东西叫做 我必须回答得出 所有的问题 对 所以压力真的很大 对 所以 像我现在 我们已经走过 千山万水 我们就有这种素养 如果对台下的人 真的问了一个 我没想过的问题 而且我也不知道 怎么回答 我不知道 我们就坦诚了 因为 我只是在那个 当下的那个角色 被赋予那个任务 站上台去说话 但是 谁说站上台说话 就必须是个 全知全能者 嗯 这世间只有一个 全知全能者 叫神啊 不是 是Google吗 Google也没有啊 Google 你真的确定 你真的确定 你爬出来的东西 是正确的资讯吗 对不对 但是他叫大神 人家 人家 你现在你的个案 拿他Google爬的东西 跟你讲 你应该怎么对待他 你是不是很不爽 哎 其实不一定 我会顺着他的逻辑 也对啦 你又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对不对 我反而觉得 哎很好 所以这家伙就示范了一个东西 他慢慢的放掉了很多的必须 嗯啊 就 就其实为什么 Alice很强调 你还怎么叫我这家伙啦 哈哈 因为你刚才不接我的话 然后我就会有点演不下去啊 不过没关系 我以前也不会坦诚这件事 嗯 这也是我放掉了 我必须怎样 或者是你看哦 刚才说的自我的必须 刚刚 像刚刚那个互动就是 嗯 如果你没有穿越关系的必须 譬如说 你必须按照我的想法来对待我 OK 你必须对我好 你必须当一个 你怎么没有配合演出 怎么当一个乖的来访者 或个案这样 就像很多人在走进 呃 自我疗愈的工作的时候 会很纠结 为什么当年爸妈这样对我 哦 对 对不对 这就是一种关系的必须 嗯 就是他们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对 他们当年那样对你是事实 嗯 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对你 嗯 那这话一定是很刺耳 可是它会真的让我们深刻的 长出力量 我忘了中文有哪一句话 但意思就是 其实当那一件事情说对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会痛的 对 对 没错 嗯 就是很痛 没错 而且眼瞼一概的时候 通常 我现在已经比较能够去先 先发现 嗯 他说不听说的是对的 我才会这么痛 对 如果我真的不认同 我是连感觉都没有 没错 真的让你不认同的事情 其实你根本入不了你耳 对 也入不了你心 就像那个周音音会说 嗯 这里会痛 对不对 那边就有节气节 对不对 所以你要疏通它 你就不会有感觉 所以同样的 有的时候 如果某一个人的观点想法 让你很有感觉 先不要急着觉得 他是对的 或你是对的 嗯 好 就是 那就是我们值得 好好看一看 觉察 嗯 没错 检查 那个信念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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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还有第三个必须 嗯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都讲到第三个 就环境的必须 就这世界必须按照我的想法 嗯 来进行 嗯 你看哦 其实你看像我们这种中年大叔 一堆人很喜欢 窝在家里 看政论节目 那边干掉的半天 其实那就是一种 因为 因为他 他对生活当中 有很大的挫折跟无力感 然后他就会投射到政治 然后他又会 把那个投射 更加的强化是 那为什么政治人物 不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或怎么样 但你会发现 他只有骂 他不会有任何的行动 嗯 他不会有任何观点的改变 嗯 反正谁上台他都骂 对 那这就是 这世界没有按照你的 但反过来说 这世界为什么要配合你 我觉得 我们东方的文化叫做 天地不仁 有没有 下一句叫 万物以为除狗 除狗 对对对对 这个意思 其实白话文就是 其实 嗯 用一个比较诗意的话 叫做 老天爷下雨 不管谁 他都下下下 他都下下来 可是我觉得 你刚才就讲一个 很大的重点就是 这世界为什么要配合着 我们运作 对不对 那我们是理性上知道 可是当这世界 真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没有按照我的运作的时候 我还真的会生气 比如说 嗯 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 停车 嗯 我本来很 就那个时间跟 那个车位是 一定有的 嗯 但今天某一个高官来 然后所有的车位 对 全部都被警察停完了 听说我跟你的时间 还蛮近的 对 我也是停不到 嗯 对 那这个时候 我就会有会一种 哎 为什么会这样 嗯 就是不应该这样的 其实就会有一种 抗拒 对 对 那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Alice 为什么我说 你真的懂她 她就会 她就 她不是要挑起 你那个不舒服 嗯 但她也不是顺着你 要让你舒服 哦 嗯 因为很多治疗取向 我们直觉就会觉得 她顺着你 她让你有很大的空间 你爱怎样都可以 嗯 但她也不会完全顺着你 所谓她不会完全顺着你 并不是说她没有理解跟承接 我觉得她反而理解跟承接到更深的部分 书中她提到 这一段我稍微摘给大家听 R.E.B.T.的观点是什么呢 是实事求是 Realism 就是在极端的悲观跟乐观之间 用一种很棒的 亚里斯多德式的中庸之道 我也会觉得 她是用一种苏格拉底的灵魂对话 嗯 然后你看哦 她说面对逆境 不要过度反应 过喜或过悲 两个方向都不要 嗯 然后呢 她说 R.E.B.T.认为 困扰的大多源自于 僵化五段 用必须来自我要求 中庸和平衡 则与这种非黑即白的思考是相反的 加入了很多灰色 还有更明亮的色彩 然后这段话最重要 她说 R.E.B.T.其实是后现代的观点 因为这种治疗法 不接受对于现实 抱着终极 不容质疑绝对性的观点 反而认为现实是一种不断改变 一再重新诠释的过程 所以R.E.B.T.支持相对主义 主体性 还有对人类和宇宙暂时性的结论 但是要加上一些事实 所以其实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的白话文意思就是说 我也很喜欢这句话 所以为什么我读Alice很有感 就是请你回归到真实 对 请你回归到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 对不对 你如果上课的经典名言 这应该是前十条 对啊 请你回到真实 如果现在对你而言 现在对你而言 找到停车位 让你能够 进行下一步 是你真正的重点 那么 你又何必在气 有哪个高官呢 你气 你气又能够如何呢 是 我们可以 但你如果真的很气 那是不是要从那个气 去回头问问自己 到底在气什么 你气的是 你原本有的掌控感失控了吗 那你为什么这么需要控制感 你能控制所有的事情呢 谁说这个世界就要能够 有什么理由 这个世界你每次来的时候 就要安排个车位在那里呢 就 就 就 对不对 今天如果是蔡英文来 可能也都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事先安排 就算事先安排 也会有意外 这为什么就需要 这么多特勤人员的原因 就在这里 你听得懂吗 那 更何况我们根本 也不是那些 咖嘛 对 所以我觉得 Alice 她 我真心觉得 一个人 当她有这份 不管在理性 还是感性的 现实感 说她真的可以 活得很优雅 好 就是这些事情 可以做到不染于心啊 嗯 就是她都随时 可以有一个 对她自己相对 是可以适应的想法 没错 那Alice 有没有说 成为一个 所谓理性的人 或优雅的人 她应该具备 什么样的条件 或者是反应 我觉得她书中 有谈到一个章节 叫做成为理性的人 有七个心态 那我读完之后 我觉得她不仅是 一个成为理性的人 我觉得要成为 一个自由的人 嗯 我们把理性跟自由 都套进这七个 我们来听听看 第一个 不要让自己 会被分心的事托住 来 身为 成为你想要的改变 的课程作者 呀 不要被分心的事情托住 就是 你要知道 你自己在干嘛 你可以玩 当然可以玩 那你随时要有 可以回来 如果你需要的时候 对 她说 所有分心的事物 都只能暂时的 让你觉得好一点 嗯 你并没有真的去 去处理 那个核心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觉得 她只是用一个理性 呃 用R-E-B-T 这个 R-R-R-E-B-T 这个观点 其实她是回到 在一些宗教说的 叫做 真 真 呃 那个实相 到底是什么 嗯 好 然后第二个 要认清 你所遇到的问题 都会有替代的 解决之道 嗯 这真的不容易 因为有些非理性 不要讲非理性 就是容易比较 执着 灾难化思考的人 就会觉得 如果不这样 一定会爆炸 对 或者是 没带到什么 就很惨 对 比如说我这个月 业绩不过 世界就毁灭了 呃 对 就所有 最惨的事情都会发生 这真的要需要一点 练习才会发生 嗯 什么都有替代方案 所以你看 他虽然说是 成为理性的人 但事实上 你要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是不是也是这样 我没办法控制 这个世界会给我什么 嗯 但是至少 当最早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仍然 可以 我仍然可以相信 会有替代的方案 嗯 任何事情都可以有plan b 好 一个人离开我 不代表这世界毁灭了 有可能也因为 这样的一件事 我更认识自己 或者是我遇到了 更适合我的人 没错 再来第三个 要认真对待许多事 但是 都别看得太认真 这什么意思呢 他说好 比如说工作跟感情 你的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好事 是绝对必须存在的 我们是常会制作这些 对 然后也没有什么坏事 是绝对必须要消失的 对 好 就像你会找不到车位 我找到了 好 暂时找不到 你要尽力的去处理 挫折 改善你的命运 但是你挡不住趋势 也无法实行奇迹 如果你有所匮乏 或者是得到 你不想要的东西 很可惜 但是这从来 就不会是世界末日 虽然你可能会夸张的认为 这就是世界末日 即便如此 这世界还是会 步履蛮山的 按照他的节奏前进 所以你不觉得 这话当你深刻去理解 他蛮有宗教性的 对对没错没错 可是他也会打到 人的自尊跟自恋啊 没错 就是需要一个 好的我的概念 所以我也在想 当年我还很稚嫩的时候 真的看到这个会蛮刺眼的 因为自尊 还很需要 对 呵护 对 之后会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叫恰如其分的自尊 我现在正在读 读了一半 对 好 然后再第四个 要注意你的绝对化 教条化 过度类化 要求和用必须来自我要求 就是去注意那些 你认为心中 牢不可破那种 绝对性的想法 所有会困住你的 都是这些绝对性的想法 就像很多人无法 就像很多人在受虐的关系 特别是原生家庭 对他虐待 他就有一个牢不可破 他觉得 我相信 就是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不好意思 天下真的有不适的父母 OK 好 再第五个 不要对别人期待太多 这不是对人性的悲观主义 这句话的背后 Alice其实是要告诉我们 请你收回你的力量 没有人 理所当然就一定要支持你 哪怕他是你再亲近的人 所以 对人要有一份爱 但事实上呢 那份爱不是建立在 交换 或者是 别人一定要怎么对我 这种想法 然后呢 第六个 要无条件的完全接纳自己和他人 这真的 这也跟用Rodgers一样啦 对 那这里说的无条件的接纳就是 回到真实 比如说 我再怎么觉得你很棒 但是 哪怕突然看到你身上有一些 我觉得很 很奇怪或 还算不能接受的缺点 也要接受 那就是你的一部分 同样的对自己更是如此 是 他说 他里面也一再强调 难道你真的学了 R.E.B.T.之后 你学透了之后 就不会有困扰的事情吗 他说不是 你一定还会一直被困扰 就像我们常常跟学生说嘛 你说 你现在所谓改掉这个缺点 那这个缺点就不再犯吗 不会 他一定会一直再来 但是 你可以确定的是 你会对他开始越来越有觉察 而且你可以选择 用你的节奏 用你的脚步 重新选择你的想法 于是改变你的行动 这样子 最后一个 要了解 你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养成 都具有非常强烈的倾向 会自我实现 也会自我挫败 那些你依赖的 有一天也会反过来吞噬你 没错 没错 你看他说 一旦让你自己习惯于毁灭的行为 要改变可能会非常困难 但一旦产生或接受了有害的想法 可能就会顽固的坚持这些想法 那你抛下 所以呢 避免愚蠢的行为很困难 要成立其中很容易 所以他为什么常常要我们回归到真实 去练习 其实关键不在于成 甚至于他说 任何教条要你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或引导你有完美的想象 这都是大问题 因为没有所谓的完美 所以他后面就说到 你可以完全被治愈吗 我觉得这边有一段话 我看看要讲哪一段话 我觉得你整本书都快要把它划线了 没有啦 整本书这么厚 他每一页都有线 如果你相信完全的治愈 那你在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 其实就会停止努力 然后很容易就让自己退步 所以忘了这个乌托邦 忘了完美主义 尽力就好 而不是要做到最好 你永远都不可能完全的理性明智 也不会明智 这包含我自己嘛 就Alice自己 他说对 所以我觉得他给人是一个 很活在真实 但是又活得很优雅 又很超越 好 那这是他对于所谓理性的人 或自由的人的七个期待 或期许 那最后在行动的部分 Kavin你要不要帮我们做个总结 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活着 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先移除吧 好 我觉得Alice的想法 他就是 我自己的诠释 这不是他说的话 我自己 读了这些 我就写下来一句话 叫做成为并相信自己 嗯 然后他顺着这个脉络 其实我觉得啦 不知道今天的这分享 能不能就是 真的让你对于Alice 有重新的认识 当然如果你在这之前不认识 他们根本不认识 对你在这 我就要说这个 你在这之前不认识他 我鼓励你 其实成为一个优雅又自由的人 你可以好好的读Alice 但如果你先前可能跟我们一样 因为听了学了一些东西 有受到一些污染的话 那我会觉得 可以重新认识他 因为他里面谈到的一些观点 包含什么 这真的是跟我们过去一直以来谈的 超级吻合的 比如说他说 像我们是不是有一阵子很常强调 不是我们 就是这个环境 有一阵子很强调 乐观啊 正向思考啊 他书里面就提到 关于过分乐观的一些缺点 当你相信凡是要正向思考 那么很有可能 会因为过度强调正面 跟正常的特质 而暂时受益 你会暂时因为这样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嘛 觉得哇 我现在充满能量 但是这只会帮助你感觉更好 而不是变得更好 因为你没有处理 那个背后的动力 你想要让自己更好 其实有可能也是一个完美 完美的自我想象 驱使你去做 但是那个完美的自我想象 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然后他说 你有某些行为 其实可能会具有毁灭性 但你也可能会认为 这些行为是正常或好的 这什么意思呢 就我们会 我们会单逆在一些 不管是信念或行动上面 的固着 比如说 你可能认为开车非常危险 但其实你是在找借口 就是找借口 不要去考驾照啊 避免因为驾照没考上的 自我挫败啊 或者是 我真心觉得在台北 开车好危险 之类的 不是我吧 没关系 因为台北有太多 其他的替代选项 对 如果你今天不是住台北 比如你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你肉眼可见 你除了开车 就没什么别的选项 然后你还在讲那些 那可能就是 那可能就是没有弹性的 不理性的想法 所以我们常常会把逃避理由 把逃避的理由合理化 这也是很多正向思考的人 最大的问题 对对对对不对 那个那个 你明明在工作上 你必须要好好的表现 然后你因为表现 没有好好的表现 不够努力而 遭受负面评价 然后呢 你却用所谓的正向思考 觉得啊 我因为这样子 我也看见了 另外一个层面的自己 我觉得这狗屁啊 你没有负起责任啊 对 好我们接受他们 是那个样子 对 他也提到 如果你 如果你对这件事情 有过分的愤怒 其实你反而要 回到自己身上 就是你到底在气什么 你能不能接受 这就是他的模样 是 好 所以你看 这个是过分乐观 那还有一个东西 随着身心灵的活动 或者是一些 所谓的New Age 我们常常会用一些 我觉得他的书的 后面三分之一 讲很多这些东西 我个人觉得很有 很有益处 尤其当你开始 要走向一个 自我认识 或内在探索的过程 我觉得这本书 会给你很大的提醒 他说 像是比如说 冥想啊 呼吸啊 瑜伽 这些方式呢 转移注意力 他其实是肯定的 因为他很清楚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先让自己的心 能够安静跟沉淀 你没有办法 真正的回头 去看你的信念 可是 有太多人 就停留在 就是不停的打坐 对 冥想放松 对 然后他不回头 去看他的信念 所以他说 转移注意 他会让你 感觉比较好 他就一直强调 那感觉好 到底有没有解决问题呢 但不会让你 去驳斥 自己疯狂的想法 从而变得更好 你有时候 甚至于会用这个方法 当借口 不去进行激烈的自我辩证 是 所以为什么他一直强调 你凡是要深入信念 就是你不能只做半套 转移方法可能 而且有时候转移方法 可能这些冥想啊等等 会因为效果太好 反而会让你 反而不会让你去了解 那些自我挫败的信念 到底是怎么困扰你 于是你就会发现 这些身心理团体 很多人数十年 都在做那些事 但是他生命的问题 数十年都没有改善过 对啊 他说因为转移的方法 通常很简单 而加以了解 驳斥你的非理性信念 其实比较困难 所以呢 你可能会成立在这些方法 而造成你的挫折 容忍度反而更低了 你反而会越来越 跟真实的生命 跟优雅 跟自由 越来越远 你只能在某个安全区里面 舒适区里面 就像我以前学自我叙说 我们的老师就提醒 你到底是自我叙说 还是自密叙说 就自己单逆在里面 OK 好 那最后呢 他也提到 很多人会参加一些 团体治疗啊 支持团体啊 自助团体啊 或工作坊嘛 那我们自己也是开工作坊的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 要提醒 对 他就说 比如说以支持团体 好 支持团体 你要不要帮大家定义一下 所谓支持团体是什么 他是有疗效的 还是有带领在没有 还是就是 这是好 总之 讲完自己继续了 太好了 我可以喝口水了 滑一下 支持团体在 我们严格的定义 当然就是一个 有疗愈性的 大家在这里面 能够交互分享 但是 另外一种 也不需要这么 严格的定义的话 所谓支持团体 可能就是你的一些 可能教会的朋友啊 或者是有一些 你们共同相信的 一些想法 或甚至是 读书会也好 都行 就是因为你们 某些 原因聚在一起 然后成为 彼此支持的好伙伴 这是好的 原则上是好的 但是我想 Alice她想讲的事情是 如果这里 变成了你一个 逃避的地方 就变成 你在外面受伤了 你知道这里 就一定会有人 无条件的接纳 包容你 然后跟你一起 骂外面的人 那这样就不是一个好的 没错 我原文跟大家说 她说 例如那些 大家都罹患癌症 或痛失至亲的团体 其中的人 大多不会太理性 他们会倾向于 太过认真 看待自己的苦难 助长大家一起哀叹 抱怨自己悲惨的命运 如果你参加的团体 一直是这样的性质 她强调 其实如果一直是这样 才是问题 她说刚开始 比如说我们说 情绪 就是创伤的那个过程 是要走的 她其实很会 做这件事 因为她早年 也是受精神分析 我还没有研究到她 研究到她 在跟大家讲她的故事 她刚开始出道的 前六年 是完整的精神分析训练 那个年代 都要从那里开始 对 那她说 如果你的团体 是这个性质 那你会发现 这里的伤害 会大于给你的帮助 你最好离开 找新的团体 所以她仍然支持团体 但是我们必须要很清楚 她带我们到哪里 她说 另寻新的团体 或者是自己努力也可以 就是Alice 一直很相信 你要靠自己 最终要靠自己的力量 如果那个外在的环境 不能再给你新的力量 而是要让你变得 越来越依赖她 就都是危险 应该说她会把 她会把长出你自己的力量 当成是一个不断前进的一个目的 然后只要这个团体能够 support你 真的长出自己的力量 那就是OK 但是如果你只是靠自己 但你发现你一直在 限利在某个状况 你的自己的力量和 你对于真实的理解没有长出来 那你还是要求助 你还是要加入团体 甚至于必要的资伤 必要的治疗的介入都需要 再比如说像自助团体 他里面就提到 像是匿名借酒会 他对这方面也蛮有意见的 他说 你会坚持说你的苦难 比如说酗酒 是无可救药的病症 你必须永远要定期参加这个团体 而你绝对会需要 某种高等的力量 帮助你克服问题 事实上你会对这种团体上移 而抛弃了一些自我治愈的力量 这个其实为什么我们 后来我们开课 参加过我们的实体课程的朋友都知道 我跟佳玲都还蛮强调 就是你不需要膜拜我 你不需要把我当成什么超凡入胜的存在 我跟你一样 其实这才是真的 empower赋能给每一个参与者 但最后工作法跟密集课程 OK刺激了 他说 这些工作反护密集课程 他们其实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考量到你的真正利益 就算他们真心相信自己的方法 其实也是一样 这些领导者有一些 不是受过专业训练 也可能会使用高度情绪化的方法 这其实是很多团体 你在外面参加很多很多 所谓成长团体 或成长课程 成长工作法要注意的 而这些高度情绪化 在过程里面所造成的伤害跟好处 其实一样多 我们自己就遇到有些学生 在外面 我常常说这是课上坏的 他又减损了你的自我帮助的力量 他等于是没有帮助你empower 反而削弱了你的内在 这种团体有很多领导者 都会过度乐观 因为会让你感觉好 但其实没办法帮你真正的 去检查你的信念 其中有些人会很专制 让你永远离不开他们的 狂热崇拜 那更不要说 这个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而没有其他的 所以他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 叫做成为并相信自己 那个是一个我们要不断 前往的方向 而在这个方向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帮助自己 你可以阅读 你可以听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线上课程 因为他当年做出很多录音带 你可以听 他才是老祖宗 对 你可以用听的 你也可以找资商师 因为他自己是REBT的创始人 你可以找资商师 你也可以参加团体 但是这些无论任何一条路 最终的指向 是要让你成为并相信自己 成为一个真实的人 让自己真正的快乐 就跟他的书一样 对 好 这是Alice的理情行为治疗 不想你听到这边 有没有更了解他 我相信任何一个大师 创立每一个学派 一定都跟他个人 一些生命很深的体会 是有关的 那大家这边先预习 先了解一下 等小学堂呢 会有一个完整的系列 再来介绍认知治疗 那我也会再把一些 那你在小学堂的时候 也叫大家订我们有声书品 好 回来听好不好 我希望让我们有声书品 那个频道热一点 有啊 一直都很不错啊 再热一点嘛 对不对 这是你的非理性吗 对 这是我的虚荣 怎么样 这个世界必须要按照我的想法 好 那回到我们现在 正在热卖的课程 哈克的让梦想着地 其实里面也有很多 要去你检查 你自己的相信 对 那只是哈克又用另外一种语言 跟方式 其实 心理治疗就是这样子 他没有标准的做法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 这些所谓的前辈们里头 找到一个你适合的路径 只要你知道自己是在使用它们 然后你也一直在往好的地方走 没有 没有依赖 其实就都是很好的 那不管你的速度如何 总之就是用 最适合你自己的方法 那哈克的这门课让梦想着地 他主要在陪伴我们 在生涯探索 跟生涯转弯的过程里 那我们又怎么去定义那个自我 有的时候 生涯探索是这样 我们都一直花力气 在研究哪个产业比较厉害 或者是哪个技巧 我今天要去应征一个 绘图软体好了 那我绘图师 那我是不是就一定要很 什么是应征绘图软体 绘图师 所以一定要很会用绘图软体 这一定是 我有在听 某一些前提假设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很少花力气是 那我对我自己的概念是什么 以至于这样的工作真的合适我 然后在做那样的选择的时候 我会愿意承担过程里的不舒服 因为我们太想要直接 选中一个好的答案 于是我们对于那些 过程里的彷徨不确定 我们都会想要拿掉 那这门课反而是陪着你 去更细致的 跟这些可能你会有过的一些不安 他会很 哈克的声音真的是很温柔的 陪伴你 但又有力量的支持你往前走 对那现在呢 在超超早那种优惠是1666 对没错 一直到8月25号晚上9点以前 来讲三遍 晚上9点以前 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因为每一次在最后一天呢 大家都会疯狂的涌入 然后都会有很多克服的需求 所以我们为了保持给大家 最好的立即的克服资源 或者是在系统的资源 所以我们把最后 通常我们现在都是我们的新课程的 最后超早那种的截止 我们就把它放在9点以前 这样子 他可以确保任何状况 可以立即处理 9点 然后是台湾时间 台湾时间 不要再阿Q这件事情了 就是这样 我最后多讲一个好不好 就是那个 其实让梦想着地啊 我自己完整的学习完之后 我真心觉得 哈克在这一次的课程里 他谈 他讨论的是一个生涯的主题 其实很多人在生涯上面 他难以选择 或难以改变 我觉得跟今天谈的这些 比如我必须是好的 或者这个世界 必须按照我的想法进行 是很有关的 那哈克其实会带着你去看 其实是 你必须是好的 而这别人也会对你好 而这世界其实也很好 只是你有没有去找到 其中的桥接 比如说 汉接点 比如说像 像他用很多很多隐喻 我个人都觉得 非常非常的美妙 而且他会帮你构织出 完整的生涯地图 去找出自己其中的资源 然后对接到这个世界 让你成为一个真实 又优雅的人 好 就希望你们听完之后 要赶紧把握哦 对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接下来到这边 期待我们未来继续推出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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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